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又到了咱们聊天的时候 春天来了 天也暖和了 花也开了 草也绿了 那么人的心情呢 跟着也就好点了 是吧 不想看着冬天满眼枯白 看谁也都觉得顺眼了 愿意唱了 愿意跳了 您看这个老电影 刘宝的故事 刚开头那不就唱了吗 久久艳阳天 18岁的哥哥坐在河边 风车转 蚕豆花儿香 卖苗儿仙 写的就那么美 刘宝的故事 说的这个刘宝 眼下算是江苏扬州的一个镇 1959年呢 以前叫做刘霸头 姓刘的刘 堤霸的霸 头发的头 再往早了说呢 又叫这个刘宝头 就留下的刘 宝贝的宝 为什么叫这么个地名呢 民间传说呀 老是年间有的迷运读书人 十年寒窗 中状元了 当了官了 那么南下上任 坐船走的这片地方的时候呢 赶上刮大风 下大雨 这状元呢 打算靠边停船 咱们先避避这风头 偏赶上怎么就这么寸 周围啊 就连一棵小树都没有 就没有地方系这个缆绳 过去的读书人呢 甭管是不是练家子啊 出门都讲究腰里挂着口宝剑 人家要的就是这劲 周围呢 实在是找不着地方系这缆绳 状元呢 干脆就把腰里这宝剑抽出来了 往岸上的泥地里边一插 临时啊 当个树桩的时候 没想到这雨过天晴 重新上路的时候啊 忘了把这宝剑拔出来带走了 当地从此得了这么个地名 叫刘宝头 百姓传来传去啊 把这地名给叫白了 叫成了刘坝头 1956年拍的电影刘宝的故事 导演觉得这刘坝头这地名啊 听起来有点俗气 借着谐音又给改了改 改成叫刘宝 柳树的柳 堡垒的堡 所以一直沿用到今天 离开这刘宝往南啊 朝着扬州城区的方向走 扬州江都区大桥镇 还有个地名 挺有意思 叫波斯村 又叫波斯庄 波斯庄里面呢 还有条河 叫老波斯河 这老波斯河上呢 还有座桥 叫波斯桥 这波斯庄原先啊 叫举树阁 因为当地啊 长了一棵山毛举 这么个树 就是老百姓俗称叫这个青杠树 长了好几百年了 又高又大 枝繁叶茂 所以得了个地名 叫做举树阁 那后来为什么又改名叫波斯庄了呢 民间传说呀 元朝末年 元顺帝当皇上那会儿 有位波斯的商人坐着船 跑到扬州这边啊 犯红货啊 卖古丸玉器 波斯商人来到扬州以后呢 先去找地方住去呀 啊 就跟当地一个姓郭的大户人家 啊 租了间房 这姓郭的老头觉得这波斯啊 这这小伙长得挺带劲 啊 人品也不错 后来干脆把他就招了上门女婿 把姑娘嫁给他了 公元1355年 元朝啊 治政14年 天下大乱 扬州那边闹土匪 那么举树阁的老百姓呢 攻推这波斯女婿当头 成立那么个自卫队 防土匪 有那么一天这土匪啊 还真来了 波斯女婿挺不含糊 抡着大刀片 带着村里一帮小伙伴 跟土匪从早上 一直打到中午吃饭 好家伙 没想到 抡大刀的时候没留神呢 这筐一下子 正好砍在那棵青钢树的树干上 砍得还挺深 拔不下来了 这波斯女婿光顾了 跟那拔刀了 用评书的话讲 说时吃那时快 跑过来两个土匪 扑扑两刀 就把这哥们放躺下了 哎呦 村里老百姓打跑了土匪 为了纪念这位波斯的女婿 就大大的给他修了一座坟 取名叫做波斯坟 他们那村子从此也就改名叫波斯庄了 波斯女婿呢 是今天伊朗那边的人 他那个姓啊 翻译成中国话挺怪 他姓奈 那就是一个单力人 加一耳朵的耳 那个奈 现在您去扬州那边还能碰见不少姓奈的人 人家还有专门的这个奈氏祠堂 奈氏族谱 至于说这么多姓奈的朋友 是不是全是当年波斯女婿的后裔 那就说不准了 往前倒一千来年 隋唐年间 扬州那边其实就有好多走海路来中国跑买卖 做红货生意的波斯商人 就连金庸金大侠 写那个以天屠龙记里边说的那个风云月三史 手里还拿着圣火令 那不就是从波斯国过来的吗 是吧 眼下扬州的老百姓还有句俏皮话 叫波斯献宝 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人有点好东西盆不住 得谁跟谁显拍 用老北京话讲 狗肚里存不住二两香油 那么这个波斯献宝这典故怎么来的呢 大概是小二十年以前啊 郭老师说过段单口叫波斯寻宝 这段活呢 是从三言两拍里边一段故事画过来的 原来的故事呢叫 转运汉欲巧洞庭红 波斯湖指破陀龙壳 大概意思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叫文若虚的读书人 多半辈子都倒霉啊 甭管做什么买们全赔钱 喝口凉水都塞牙 放屁砸脚后干就怎么的都不好 好不容易买一堂三角 还把后脑勺烫了 就背到这程度 没想到后来改行做国际贸易了 弄了几筐橘子到国外去 嘿 外大挣着了 偏赶上那边不产这东西 那么就物以稀为贵啊 狠狠的赚了一笔 回国的路上呢 还捡了这么一个大乌龟壳 船走到福建那边 这上岸打监 有个波斯商人招待这帮买门人吃饭 咱们中国人吃饭 尤其是外边的饭局 讲究个作词 谁做末席 谁做首席 规矩挺多 一般的都是按身份牌 身份越高 作词越高 再不呢 就是按年龄牌 岁数大的 那做首席 那波斯商人的规矩呢 花糊不拉 单一勺 人家是谁的钱多 谁的买卖大 谁就做首席 这个叫文若虚的这读书人啊 虽说搞国际贸易 多少挣俩钱 跟那几位比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吃饭的时候呢 就做了个老末 最后一个 第二天这波斯商人 上了他们那条船 看见那大乌龟壳 当场跟这帮人就翻了 合着你们这帮人算计好了 一块钻弄我 拿我打产玩 姓文的这位这么有钱 我让人家做了个墨席 这事要传出去 往后我跟这片还混不混呢 他不合规矩啊 这么一说 这船上这帮人一打听 才知道感情 这大乌龟壳啊 这个是龙 褪皮 换下来的壳 里边有24颗叶明珠 一个叶明珠就值五万两银子 呼 叫文若虚的这读书人 卖的这乌龟壳 按童话的套路来说 从此就算上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波斯寻宝这故事呢 当然肯定是假的 说书先是编的 波斯商人那套规矩呢 哎 那可是真的 现在您去扬州那边啊 还能听见这说法 叫波斯别宝 波斯别宝的别 其实啊 是那个辨别的辨 在扬州话的发音里边 大概意思就是互相比比 长正眼看看谁的水平高 谁的水平低 老百姓有句俗话啊 叫钱生钱不犯难 哎 人都是这么个心态 觉得这买卖越大 本钱越大 这可靠性就越高 那一样都是开公司 您跟北京CBD 国贸门关几期吧 租入两间房 雇上几个人 每天打皮鞋 小领带 倒是刺啪的 往那一坐 外人一看 就觉得您特别可靠 啊 就觉得您有实力 反过来说 还是这几个人 换一地方 找一个五十年代 老小区 公砖楼 租套单元房 哎 钱不见得比 这国贸花的少啊 人家就觉得 您不正规 不专业 轻易不敢跟您做买卖 当年的这波斯商人呢 也是这么个心态 啊 带着货到扬州 别的都不敢 先办个展览会 把自己那点家底 好好抖了抖了 闲闲闲呗 同行之间 借这个机会 也互相比一比 评个行业 标兵什么的 为的就是让大伙知道 咱不差钱 有实力 赶紧都来 跟我做买卖吧 啊 扬州 从此就留下这么个窍壁画 叫波斯献宝 一千多年以前 波斯商人来中国 搞国际贸易 不光献宝 还献了一种菜 什么菜呢 菠菜 菠菜名字里带个菠 原产地就在波斯 唐朝呢 有个叫伪炫的读书人 跟我这爱好差不多 没事喜欢这个闲聊天 扯闲板 后来呢 就把这自己一辈子扯闲板 聊着那点事啊 他给总结了总结 归纳了归纳 写了这么一本烂七八糟的书 这书的名字呢 叫刘宾克佳话录 书里边有这么句话 叫菜之波棱者 本西国中有僧自彼将其子来 西国指的就是波斯 也就是现在说的伊朗那边 这句话大概意思就是说 波菜啊 唐朝那会儿叫波棱菜 原产地在波斯 后来有位不知道叫什么名的和尚 怀里揣着包菠菜籽 顺着丝绸之路 溜得到中国来了 中国从此才有了菠菜 那么故人西词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这两句诗 只要是中国人差不多都知道 眼下这日子 可能要是在扬州 大早上起来 往复春江边上一坐 赏赏花看看水 唱两句久久艳扬天 来壶早茶 顺便还能吃这种叫菠菜美食 什么美食呢 叫翡翠烧麦 翡翠烧麦说白了 就是纯素馅的烧麦 全国各地的烧麦 多数都是肉馅的 扬州人吃的翡翠烧麦 走的是小清新路线 纯素 用的全是绿叶菜 为什么叫翡翠烧麦呢 烧麦您都见过 皮比包子稍微的薄那么一点 尤其刚出锅 冒着热气上桌的时候 恨不得截着皮 能看见里边的馅 翡翠烧麦呢 里边搁的全是绿叶菜 蒸出来 用这个玩翡翠的行话奖 满绿 水头还特别足 那就A货 所以叫翡翠烧麦 翡翠烧麦最早 据说扬州复春茶社 一百多年以前 有个叫陈不云的人 发明的 讲究吃的就是大早上起来 菜刚从地里带着露水摘下来的 那个新鲜劲 季节不一样 翡翠烧麦的馅啊 也可以跟着季节走 只要是绿叶菜都成 你就拿冬天来说吧 扬州人最常吃的一种矮青菜 大概意思跟北方的那个小油菜 差不多 冬天的翡翠烧麦 里边包的就是扬州特产的 这个矮青菜 等到春天了 月冬的菠菜刚长起来 正当劲 翡翠烧麦里边 包的就全是新鲜的菠菜 北方的拿各种新鲜蔬菜做馅的时候 怕出汤 多数都是先放点盐 杀一杀 然后再攥一下 把多余的那个水分都给他攥出去 扬州的这翡翠烧麦 没这道手续 新鲜的菠菜 剁碎了 直接就可以活馅 那怕出汤怎么办呢 人家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那就短冰块 快活馅 快包 快蒸 快上桌 这让他来不及出汤 再一办法 就是活馅的时候 多放点猪油 猪油能把这菜那个断口 给它糊上 不容易这样的出汤 还能让馅里边多点荤腥味 吃的嘴里不至于发色发苦 扬州人 蒸翡翠烧麦 还有这么个口诀 要得甜 先放盐 翡翠烧麦里边的菠菜馅 得多放糖 多放猪油 然后适当的加一点盐 为的是把这糖的鲜味给掉出来 这种烧麦是纯素的没肉啊 用不着蒸多长时间 进了蒸笼 稍微热气一须就能出锅 就能上桌 出锅的这个火候特别微妙 火候过了 菠菜蒸成烂泥了 吃到嘴里边没嚼劲 火候不到呢 这菜嚼的嘴里边是生的 还有这么一股清晰味 必须是刚断生 就马上出锅 蒸的这个程度的翡翠烧麦 拿筷子夹起来 一口咬开 马上就能闻进一股菜的 这个清香味 剁脆了的那个菠菜梗 嚼的嘴里还是脆的 上下牙一咬 咯吱咯吱的 越嚼越甜 清脆爽口 扬州人的这翡翠烧麦 放的老北京 稍稍的改给外形和做法 就叫这个菠菜楼 什么叫菠菜楼啊 其实就是菠菜素馅的那个大包子 中国传统餐饮行业啊 有这么个约定俗成的规矩 管子里不卖素包子 只卖肉馅 人家觉得这素包子不上品 卖这玩意儿跌份 别的不说 就眼下全国卖包子 有名的这几家老字号 您可以掰着手指的叔叔 当初没有一家 是靠卖素包子发财的 老十年间 你要想吃口素包子啊 您得去这个路边摊 大排档 那叫穷人乐 讲究的是薄皮大馅 包子个大 馅也足 吃着实惠 尤其是每年刚开春 头茬的韭菜 菠菜 刚上市的时候 路边上卖的素包子 卖的就全是那个菠菜楼 韭菜楼 为什么叫菠菜楼 韭菜楼呢 南方用的那个竹子碑楼 您都见过吗 这种素馅包子的外形 这是高装的 跟那竹子碑楼差不多 所以叫菠菜楼 韭菜馅叫韭菜楼 菠菜楼的做法呢 跟扬州的那个翡翠烧卖 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北方人吃饭 口重 光吃菜觉得味不够 嘴里寡的哼 火馅的时候呢 档次低点的呢 可以放点这个小虾皮 档次高点的呢 可以稍微放几个这个金钩海米 什么叫金钩海米 就是那种咸的干虾仁 南方叫开洋 金钩海米 平时没事 白嘴您嚼着都可以当零食吃 那么吃其实就挺好吃 特别有嚼劲 那么一个菠菜楼里边呢 稍微点缀这么两三个金钩海米 那就成了 这菠菜滋味是淡的呀 金钩海米 这鲜味是浓的呀 大口吃菠菜馅的时候 猛然嚼着这么一个金钩海米 哎呦 好 就跟卖彩片中奖差不多啊 越嚼越香 越嚼越鲜 有意思 不到一百年以前 老北京每年这个时间段啊 还有种季节性特别强的买卖 什么买卖呢 叫这个卖取门菜的 多数也都是周围农村的小孩进城 跨着篮子 走街串巷 吆喝着啊 卖取门菜哟 卖取门菜呀 取门菜 取门菜什么呢 这就是老电影苦菜花 说的那种苦菜 苦菜其实分两种啊 一种呢 眼下您都不用去农村 城里鸡脚干篮的地方 草坪上 全能看得见 长挺高 开小黄花 老北京呢 管这种苦菜叫苦门 好多朋友闹不明白 苦门这仨字当怎么讲 这胡姐说这种菜特别苦 吃着嘴里能把舌头这个苦的麻喽 所以叫苦门 苦门的麻呀 其实是那个取门菜的麻 这字还不好念 给念白了 正音应该叫苦门菜 为什么叫苦门菜呢 因为这种苦菜呀 苦度比取门菜高 对应的这取门菜呢 也可以叫甜门菜 苦度稍微低一点 也好吃一点 这两种菜往根上说呀 都属于这个野窝具之类的东西 你跟现在吃那个生菜 苦橘 油卖菜什么的都算亲戚 不到一百年以前 老北京卖取门菜 烧在手 还可以卖点桑树上 刚长出来的那种桑树叶 为什么非卖这两种东西 眼下这时间段 大概就是阳历二月底 三月初 过去有个专门说法 叫做青黄不接 去年聊东储大白菜那集的时候 咱们不就说过吗 以前北方老百姓 每年从十一月开始 直到转过年开春 差不多全靠的就是大白菜 萝卜土豆 这三样菜盯着 您想跟现在似的 随时去超市 买各种各样细菜吃 哪说没有 萝卜土豆大白菜 刚开始的时候好吃 连着存生一冬天 好几个月 一个是大伙见天吃 也吃腻了 再一个是家家户户存货 剩下的也差不多了 剩下的菜本来就不多 质量还差 尤其到了二月底三月初 这个时间段 那萝卜早就糠了心了 土豆也都发了芽了 那大白菜呢 外边的帮子 整个都干透了 就剩里边一小芯 饶饶这么着 老百姓还得坚持着吃 怎么非得坚持吃 他没别的呀 不吃这个 没别的吃的 地里的新菜刚发芽 还没下来呢 接不上茬 所以这时间段过去就叫青黄不洁 曲名菜 桑叶刚发芽 那比正经的菜呢 稍微早这么十天半来月的 农村小孩去野地里边挖曲名菜啊 摘桑树叶 拿到城里边卖 算是没本的买卖 纯粹就挣个辛苦钱 家家户户呢 把这两样东西买回去 讲究点的呢 用开水抄一下断断声啊 装在盘子里边加点盐 加点蒜末 再来点香油醋 凉拌着吃 不讲究的呢 洗干净了 直接就蘸酱汁 这么着好歹算是见点绿色啊 怎么也比肯那干透了的大白菜帮子强啊 是吧 多会等到头年秋天种下去 月冬开春再重新发了芽的那菠菜上了市了 那么这青黄就算接上了 直到九十年代初还这样 那时候卖菜多数都是国营的富士店菜站 菜从农村拉进城 全是往门口 这人形便当上一堆 售后员穿着蓝大褂 戴着白套袖 白帽子 守着这菜堆怎么卖 季节不一样 菜堆的内容也不一样 什么应季 这就卖什么 每年最早上市的啊 就是菠菜 全是拿草绳子捆的 捆好了一捆一捆的堆在那 论捆卖 一捆呢 大概也就是一两毛钱 老百姓把这成捆的菠菜买回去 除了吃馅 汤串丸子汤 鸡蛋炒菠菜 最家常的吃法也是那凉拌 菠菜切成差不多一寸长的小段 下的开水锅里焯一下断断生 您注意啊 焯的时候锅可不能盖盖 焯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那么这菠菜就煮熟了 吃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焯过水的菠菜装盘 也是放盐 蒜末 香油醋 这四样东西 稍微来点这个芥末油 那就更好了 半本就能吃了 吃的时候跟羊州那翡翠烧卖 差不多口感清脆爽口 老北京人爱吃芝麻酱 好多朋友春天凉拌菠菜 这时候还加点芝麻酱 其实我倒建议您 可以把芝麻酱给撤了 那么这吃起来更清爽 简简单单能吃出菠菜 本来的那个鲜甜的味 菠菜韭菜全年都能吃得着 可真正说要好吃 还就是春秋两季 最值钱也就是春秋两季啊 好多地方不都有这么个说法吗 叫六月九臭死狗 二八九佛开口 以前的买卖扑货 嘴笋 拐着弯骂掌柜的 有人要问他 你们掌柜的人性好不好啊 对你们手底人怎么样啊 这伙计这时候就可以白眼一翻 大嘴一撇 啊 您问的是什么 那掌柜的呀 人性好 推好了 好的都不能再好了 您要问怎么个好法 我们见天吃饭 那是酒的常吃 菠菜老吃 菠菜酒菜都算细菜 现在也这样 多数情况 卖的肯定都比萝卜白菜贵 聊天那位一听 哦 掌柜的老给伙计吃细菜 那顺嘴搭音就得捧两句 啊 那你们掌柜的人性不错呀 老给你们吃好的 这时候您再看伙计 还是那白眼啊 白眼一翻大嘴一撇 弄的跟八万似的 好 好什么好啊 您听明白没有啊 什么叫韭菜常吃 菠菜老吃啊 韭菜长得长了 菠菜长得老了 才给我们吃呢 知道吗 你瞧 话里面的意思就是说 掌柜的对他们其实不怎么样 抠门 二八月 韭菜菠菜 最硬劲 最好吃 价钱也最贵的时候 舍不得给我们吃 非得等着菜劲过了 长得都老了 搓堆处理 大包园的时候 才舍得买回来 给我们伙计吃呢 啊 以前的伙计 背后遭改掌柜的 嫌弃伙食不好 还有这么个说法 我们见天吃菠菜 吃的脑门子都绿了 吃豆腐 吃的两条腿都软了 菠菜熬豆腐 可以说是中国人 最普通的家常菜 哎 不分东南西北啊 都吃 也是一道让人特别纠结的 这么个家常菜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我父母那代人 年轻的时候啊 科学家好像就有 这么个说法 说是豆腐啊 含钙 菠菜呢 含草酸 这两样东西碰到一块啊 能起化学反应 变成这个草酸钙 对人身体啊 不好 直到现在 你有空可以查查啊 网上还有这样一说法 可是眼下也有科学家 人家又重新研究了 说是当初啊 那帮科学家 可能是研究错了 菠菜熬豆腐没问题 不光没问题 这么着吃呢 反倒还对身体特别好 哎 说来说去 反正弄到最后 你也不知道到底是听谁的 美国也出过这种事 九十年代出电视上播过一个 特别火的美国动画片 叫大力水手啊 好多朋友可能还有印象哈 那阵动画片好像都流行 这个玩逆转 升刀士不就是这么个路数吗 青铜的明明干不过黄金的 非得等着让人家揍的都实在没辙了 满地找牙的时候 脑子里刷刷刷 这浮现出一连串的英雄人物 小宇宙一爆发 哎 逆袭成功了 大力水手玩也这路数 实在没辙子的时候来一菠菜罐头 当时就满血复活 三十条命 直接打的关底 哈哈 大力水手吃菠菜能满血复活 这事要是说起来 还有这么个理论根据 据说是1870年啊 有个叫 埃文沃尔夫的德国科学家 这位科学家可能也是闲着没事干 给算了算 说是菠菜啊 含铁量比别的菜都高 高多呢 高十倍 铁人都知道吃了些能补血呀 血多了 那不是力气就大了吗 美国导演当年设计这么个桥段啊 有种说法 是为了鼓励那时候的美国小孩啊 多吃菜 多吃菠菜 吃完了就变大力水手 没想到这些年呢 又有科学家又重新给算了算 说是当初那位德国科学家啊 这个数学呢 八成是体育老师教的 为什么能说这么说呢 说没留神呢 他给算错了 多点了这么个小数点 实际上呢 菠菜的含铁量啊 跟别的菜都差不多 怎么吃也成不了大力水手 您说这不是猴吃麻花满景 甭管是怎么着吧 反正多吃菜总没毛病 得了 今儿跟你聊半天 啰啰嗦嗦的 从扬州一直聊的大力水手 甭管吃菠菜 能不能变成大力水手 反正春天来了 咱们呢 多吃点新鲜的蔬菜 多补充点维生素 对身体肯定是没有坏处 尤其眼下这个时期 是吧 得了 于现在这祝您各位身体健康 平平安安